- 哈哈哈哈哈哈 - 啊! - 嗨大家好 我是張嘉莉 - 我是小喬兒 - 今天我們來玩真心畫道冒險 - 好期待喔 - 但是我今天準備了一個 - 哈哈哈 你猜這是什麼 - 這是什麼 - 這個是電人的 - 叫你說謊了 他今天 - 所以你膽子很大嗎? - 應該是蠻大的 不然你先來好了 哎 如果我說實話了 但是她還是墊我 你要被懲罰吧 如果我真的無墊的話 我就自己彈一下耳膩 好 你不要在那邊故意一直想要躺我了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打開囉 在幹嘛啊 我要打開囉 我真的也不知道 好 我發誓有 什麼時候 我看爆了 先偷看男朋友的訊息 看爆 看完 看好看好 有 妳知道我發現什麼嗎? 有 欸 為什麼說實話? 我真的流手汗 欸 真的欸 我好怕 妳這樣我會不會觸電 我要先把它擦乾 不行 我不管 妳要給我水乳交融 怎麼知道我就電第一個了 這樣會不會觸電很可怕 等一下妳按之前 妳要先問我問題啊 妳不要隨隨便便就按了 如果已經分手的對象 來跟你和好 妳可以同意嗎? 妳會嗎? 分手 分手的對象來找妳的話 分手 啊 不會 很痛欸 不行 我要看妳的耳朵 等一下 她為什麼電我? 她的電一定是妳流手汗在那邊 好觸電 是嗎? 我真的會嗎? 妳覺得妳要怎麼蛇吻 剩舌頭要不然呢 剩舌頭要怎麼轉 我盡量保持平靜 等一下那影片要是有人給我截圖放大 都給我試試看 妳說這個嗎? 妳不是不用扣那麼近嗎? 這我怎麼脫頭啦 好可怕 妳接受姐弟戀嗎? 多少歲的範圍可以接受 我覺得 1歲 1歲以內 小五1歲 不行 怎麼會電 我沒有 我發現我沒有 不是這樣我可以彈妳耳朵 我整天一直都亂電我 等一下 會痛嗎? 我覺得蠻痛的 蛤? 如果有一天我們跟你吵架 妳會怎麼樣? 道歉 為什麼會道歉? 可是錯的是我咧? 錯的是妳 我還是會道歉 但是我會想要解釋清楚 然後在心裡再不爽 按 這樣子 妳是想要給妳道歉嗎? 沒錯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不準 我一定會先道歉 我要彈妳耳朵 這不公平 你耳朵給我拿出來 我已經對媽媽電兩次了 我已經有人說 你要再一次我們再拚手 怎麼管 怎麼鬼 好啦好啦好啦給你談一下 不要是聊天 要要 然後我還要自己戲上去是不是 史上最落魄的壽型人 現在說出一位讓你念念不忘的異性 初戀喜歡的人 我亂講的嘛 想不起來了 你一定心裡藏另外一個但你講初戀 硬講一個初戀幹嘛 這樣比較清純是不是 超痛的 而且我發現在電網就會自己脫逃 就問髒頭子 直接剉出來 不是我覺得最好笑的是你剛剛那個 啊 啊 啊 如果有一天我跟妳講說我愛上妳的 妳會怎麼樣呢 我跟妳說 我們只能當朋友 可是如果我硬要跟妳在一起妳會怎麼樣呢 那我也只能接受了 啊 啊 好麻 好不舒服喔 動不了了 妳根本就不會跟我在一起 啊 我覺得她其實蠻準的耶 我說實話的時候 只有一次電我 前面是因為我在玩太緊張 我真的想說 沒有沒有心跳不能太快 欸我現在指尖還是墊墊的耶 我現在有點麻麻的 不知道是不是要去看醫生還是怎樣 然後男朋友回來都叫她把手放上去 你有沒有偷吃來 今天你們去那有女生嗎 之類的放上去 不要這樣子 好啦 如果喜歡這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追蹤喬人 碩士張佳穎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歡迎加入碩士YouTube頻道會員 彈贊博木控花式 以及不定時直播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